大家好,我是Sandy 那现在我们就来讲我们的ARM编程的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关于我们混合编程 所谓的混合编程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C语言和我们的汇编语言混合起来一起用 就这么很形象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常常在看,就这种使用的话是比较频繁的 因为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之前在看我们Linux内核代码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会常常看到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代码 大家可以看,还记得不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代码,对不对 什么Valtele或者甚至于前面还跟上一些什么ASM什么的 那么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代码 而每次看到这儿我们就跟踪不下去了 我们只知道它可能会涉及到汇编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看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bootloader 比方我们基于Uboot来看 那么在Uboot里头你可能就会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汇编代码 它的启动代码是不是,我们说Uboot的启动代码是不是分成两大段 那么在第一大段的时候 由于它没有操作系统 没有操作系统这样一个概念 那时候操作系统它还没有起来,对不对 但是第一阶段它是不是也要进行相关的初始化工作 包括一些硬件设备的启动 包括硬件设备的一些初始化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只能用汇编来写 对不对 我们就得用汇编来写,那么在用汇编来写的过程中呢 我们一旦启动起来了之后 那我们再发现在用汇编来写 包括启动我们的操作系统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哇太麻烦了 工作量也太庞大 所以我们的代码可能就会写成类似于这个样子 你就会看到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C语言的这样一个面函数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就执行我们的C语言啊 这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这样一些例子 所以就是完成了汇编和我们C语言之间的这样一个跳转切换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做呢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我们用汇编去写 写非常复杂的程序 写得了吗 或者说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写的 对不对 即便写得了 是不是要付出代价太大了 就拿一个简单的定义变量来说 我们之前所学过的 它也只支持三种数据类型 只支持三种类型 而且那还是通用过它的为指令 而且为指令的话 不同的平台还有偏差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汇编和C语言结合来进行混合编程呢 第一 就是基于我们的什么可扩展性啊 什么的可维护性啊 就是让我们说白了就是好写 说白了就是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我们用上层语言来写 肯定是更好的 第二 因为兼容性 对不对 因为兼容性 那我们的汇编跟硬件平台绑定的太紧了 绑定人太紧了啊 所以基于这两点 我们常常是要进行这样一个混合变存 就拿我们的U-boot来说 第一个阶段 它在启动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还没有操作系统的 这样一些概念 或者说它自己的系统都还没有跑起来 根本不要说操作系统了 它自己的系统都还没有跑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要进行一些硬件处置化 比方说我们的S-RAM 对不对 把我们的这种包括片内内存啊 这些东西啊 片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源呢 我们要先给它驱动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用汇编 但一旦这块完成了 我的这个系统它要跑起来了 它要跑起来 比方我下面我就要进行一些网络操作呀 什么的 那这个时候我更希望用C-RAM来进行处理 因为我自己的系统就已经能够跑起来了 我在这上面 我可能就支持C-RAM的一些内裤了 那不是更方便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可以这样子来思考 用这样的一种模式 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也是后面我们提到的三种混合编程的其中一种 就是在汇编里面去调C和C++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 我们混合编程的方式 其实也就是三种 一种是什么呢 在C++的代码中嵌入汇编指令 这个是我们称为嵌入式的这样一个汇编的编程 然后第二种是在汇编的程序中 去调用C++的这样一个访问 第三种是在C++程序中去调汇编 C++程序中去调汇编 那这样子我把这个 这个变量我们用的比较少 我就这样子简单写一下 就是汇编调用C++ 第三种是C++ 调用汇编 好 就这三种是我们需要掌握的 就是什么汇编用C++的这个全局代码 这些都无所谓 全局变量 这些都不是我们最需要掌握的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三种方式 那么就拿C元中嵌入一些 嵌入一些代码来说 我们还记得 我们打开我们的sourcing side 我们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第一种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在C元中进行一个嵌入 比方说 我们打开我们Linux内核 那我们来搜索一下 Valotile 有很多 有很多相关的 找一下有没有签入的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一段代码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C元的 这样一个静态函数 对吧 内联的一个静态函数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段代码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一段 在C和C++里面 嵌入我们的汇编 但这个汇编 不是ARM汇编了 这样的一些指令 有很多指令 我们都看不明白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PC端的 对不对 这个是PC端的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 所以这个指令 我们看不明白 没什么关系 但我们知道方式 我们知道方式 而这个就表示 它是一段汇编 而这个是Velotile Velotile 这个我们在C元 学C元的时候 大家都学过 这个关键词 它的包括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同文件 引用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到它 就是它表明 就是不需要进行 这样的一个汇编优化 不需要进行 这个汇编优化 给大家知道就行了 好 那我们来 看到了它 这个C元里面 如何去内嵌 我们的这样一个汇编 那我们下面写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写个例子 来看一下 还是打开我们的AD ADS 我们新建一个项目吧 比方说就是 CourseArm ArmC CourseArmC 这样一个项目 好 这个项目 我们给它新建一个 文件 新建一个什么文件呢 这次我们就 建一个C元了 对吧 就建一个C元 那么就是 随便建一个 点C的这样一个文件 把它加入到这个项目中 好 因为我们是用的反 仿真器啊 所以就没关系 我先不做这个系统配置 那么好 我在这里面 就开始来做一些 弹数的 这样一个定义和操作 那么默认情况下 当然是Main函数了 对吧 Main函数是这样的一个入口 那么在这个入口里面 我实际上 我想实现一个 类似于字符串的拷贝 那么实现一个字符串的拷贝呢 我们就在这里来定一个 这个函数 叫MyGinCopy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叫SRC 原字符串 然后是第二个 就是DST 目标字符串 这样的一个拷贝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函数 就类似于我们的C原 类库的StreamCopy 但现在我是希望什么呢 用一段汇编代码去实现它 用一段汇编代码去实现它 那么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内联汇编 那么内联汇编 在这一块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格式 就是两个下滑线 再加ASM 当然后面是一些可选项 Valotile啊 就是不优化啊 还有什么的 Instruction 就是相关的一些汇编指令 相关的一些汇编指令 再加上一些符号的进行一个分格啊 加上一个符号的分格 那么 基本上大家又看到的 基本上其实样式都是跟这块是差不多的 大家看到了跟这块样式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 在也可以去进行一些简化工作啊 那么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里我们内联汇编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条件 在我们C原电用的时候 第一是不能直接向PC寄存器啊 就是就是这个 寄出器这个寄存器 直接去复制啊 因为它的跳转的话 因为我们用PC 我们以前在 在返回的时候 比方向PC LR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乘数的反 函数的返回嘛 对吧 那么 我们在这里就不能这样子了 我们要跳转 要用B或者BL指令 还有在使用物理寄存器的时候 不要用太复杂的表达式 还有就是在我们用寄存器的时候 R12和R13的话 这些就不要 尽量不要去用了 尽量不要去用了 那么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用R0到R7就可以了 尽量的用R0到R7 比较高刀的机器 我们就不要去用了 这个大家记住啊 以免出现一些物理寄存器的一些冲突 好 这就是一些要注意的 那好 我们现在来实现一下这个函数的拷贝工作 那我在这里完成这样的一个汇编 那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入口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呃 我们先给它定一个常量吧 然后定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到时候会用来做一个交换 这个变量你要知道 它实际上也是会用到我们的存储器或者计存器啊 好 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加入相关的符号 ASM ASM 然后我就剪写一点 这个地方用大扣号 那么我在这里用一段循环来操作啊 用一段循环来操作 LDRB 呃 我首先我是怎么 我这样子吧 我把这个先写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用上上面传入过来的这样一个参数 给它加一 然后STRB 也用上这个参数 然后DST也给它加一 加一的这样一个地址加一啊 然后我们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它是否是到字符串的最后 就是不断的去加一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negative 就是跳转 跳转到循环 我们不断的去这样一个叠加 好 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里 最后我们 先解释一下 像这一块的话 就表示 你看两个下滑线 加ASM 这个我要注意 给大家说一下啊 不同的编辑器 可能它这个会稍微有点差别 也有可能是 它会写成这个样子 也有可能就不加下滑线 这个大家要知道 不同的编辑器 可能会有些微的差别啊 我们来解释一下 它是如何实现这个 这个字符拷贝的 比方说我要把这个圆 Stream的值 拷贝到这个目标的Stream 那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用了一个中间变量来进行交换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段汇篇代码怎么写的啊 loadRB就是按照字节加载 对不对 按照字节来进行加载 那么从哪里呢 从一个间接寻止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字符串的手地址嘛 对不对 字符串的地址 就是字符串的手地址 对不对 好 从你这个地址里头 读一个字节出来 并且干嘛呢 就是不断的去加一个 不断的去加一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的有一个字符串 我们来画一下 比方说有个字符串是hello 好 刚开始我们这个地址 是不是应该指向这个地方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这样一个寻指 寻指了过后给他加一 是不是就把H读出来了 把它给读出来 然后再读出来之后呢 再把它写到 再把它写到这个目标的 这个这个字符串 那个空间的这个地方 把它写到这个位置 就不断的去排列 也是加一 不断的排列 然后我再读一个 然后再读一个 再写到这 通过这个CH的一个中间 然后我直到比较什么呢 我读出来的这个是不是零 那么我们知道字符串 最后一位是不是就是零嘛 对不对 字符串最后一位都是这个符号 对不对 那他他的ask码是不是零嘛 对不对 所以直到读出来 他比较是不是零 如果是零的话 我们就这个就执行就完成了 如果不是零的话 我们就不断的执行这个循环 看见没有 BN1 N1就是那个条件操作服务 negative不相等 对不对 好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很容易去理解啊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去调用它 我们定一个 比方说定一个字符串 Hello Sundee 同样的我们定一个 我们等一下定一个64吧 64 这样一个数组 然后我们就直接进行一个copy工作 把这个a传进去 b传进去 意思就是把a的值传到b里面 最后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当然可以去引用一下并且打印出来 那我们这里就不用了啊 我们就不用什么stdio.h这个投文件来打印了 好 这就是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下面来进行 我们下面来进行编译一下啊 ok 编译成功 你看没有错误啊 就表示编译成功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它这里啊 这有个main函数 在这里我们就直接运行到这个段点 好 就跑到这里来了 我们先从这里来运行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一步一步的运行 a等于b等于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就要跳到这个函数内去 你看就直接跳到我们汇编里面来了 对不对 跳到我们汇编里面 然后 它进行相应的一些操作 比较 然后你看 它是不是在不断的循环呢 不断的在循环 直到最后循环结束 对不对 好 我们就跳出 好 直到最后循环结束 然后 进行到了那个值的这样一个拷贝 而在这个过程中 它不断的用到了20和21 不断的用到20和21 好 这个后面我们在进行传递参数的时候 我们也会继续讲到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就是内联汇编 就给大家学会一下啊 内联嵌务式的汇编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类型 就是在C语言中 去调用我们的汇编 那这个情况我们其实用的相对要少一点 对不对 在C语言里面去调我们的汇编文件 我们要用的相对少一点 但是我们也需要啊 我们也需要去用到它 和去了解它 那么在这里我把他的这个步骤 进行了一个总结 就是C语言调用汇编呢 第一 是我们在C语 在汇编啊 在汇编里面 我们在相应的一些level 那个level就是我们神明的一些函数 类似于函数的这样和子函数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level 把它定义给它来一个export 就相当于导出 这个导出就表示它是全局可以被调用的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样的一个为指令 对不对 那它导出了之后C语言 是不是就可以像用动态链接库一样来使用它了 就用extend嘛 这个我们在C语言调动态链接库的时候 也是这么用的 然后C语言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C调 他们他们之间的值是怎么去传递的呢 就他们的参数怎么去传递的呢 是我们要遵循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大家可以在arm的官网可以找到 就是你下那个文档找到 叫atpcs这样一个规则 就是arm sum produce core standard 相当于是过程调用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实际上就是声明了arm sum指令 与其他的混合语言这样的一个编程的这样一个标准 那么它的标准含义 我就给他解释出来 就是C语言和汇编语言之间的参数传递 是通过对应的R20 R23计存器 R20到R23计存器来传递的 也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 C这个互相调用的时候要传值 对不对 C语言调汇编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也调一个stream copy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A和B传进去 那么传进去 怎么传呢 它默认的在汇编里面 你传过来的值就会放到 按照顺序放到R20到R23的这个计存器里面 那你说如果传的值我更多了呢 我更多了 那就用站呢 我们汇编里头有站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一个站指向 用LR这个计存器 去指向某一个站地址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般比较简单的 我们四个参数就够了 就R20到R23的计存器来 然后按照顺序 一次按照顺序 那么返回值呢 也是通过R20来传递的 这个大家记住啊 这个规则非常重要 无论是我们的C语言调汇编 还是汇编调C语言都会用得上 好 我们下来 下面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还是在这里吧 那下面的话 我们就在汇编里面去实现 所以这一段代码我们就不要了啊 在汇编里面去实现StreamCopy 出示点 那下面我们建议 是不是应该建一个汇编文件呢 yes 那我们就来一个 myarm.s这个文件 myarm.s这个文件 给它添加到这个项目里面 那我们先给它建立相应的 注意啊 这个要有type 所以我们这个 我说了这个叫什么 adsstyle 必须得注意顶堂 或者控控行啊 什么的 type啊什么的 arrow我们来 arrow我们随便给它起个名字吧 就我们这个叫 myarm 好就这样子 然后code read 的only 然后按照我们以前的正常 是不是entry 然后end 然后这个地方来个start 对不对 但在这里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两个文件在一起编的话 我们这两个文件 它一起来进行编 那么会连接 对不对 编完了之后要连接 我想请问一下 它这个过程 到时候我们这两个 比方我们在这个工程里头 又有这两个 它是怎么样去执行 这个操作步骤的 是不是先把相当于是什么呢 s连编